我發現安哥都在三分線就收球了 然後有兩個動作 一個是跨過防守者的上籃 一個是用三分線的歐洲步上籃 最近就像智姆哥跟Terry Irving 都很常使用像安哥這樣的終結手段 那安哥是怎麼樣去做到的 在做這個動作之前呢 我會先一樣 我要觀察我的對手到底是什麼樣的所幸 或者是他的動態方向是哪裡 如果他是一直往藍框的後面承退 代表我往前跳的時候 他也跟著說往後跳 所以他是打不到我 所以我可以很大膽的預測這件事情 進攻的時候我發現他是一個很壯的 他就是用生命要來守我的 那我可能就會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判斷是 我到底是能不能跟他對抗 如果是我能跟他對抗的時候 我進來我就會直接選擇衝撞 然後如果我看到了吸引高瘦的 然後彈跳性不好的 我就可以用延展性的歐洲步 所以我會用不同的技巧去進攻